小蔣先生 黃仁君說 Cross to Taipei 妳是否已經確定可以有望到台北 靠近台北 越靠越近 能在台北當然是最好 那我也看到黃仁君他有提到 其實 揮黨他們的 當然總部現在已經在內湖 而且他們的第一個 文工智慧研發中心也在內科 當然現在希望在一個R&D Center 我們很希望也會持續的努力爭取 那當然台北市我們會聚最多的人才 昨天黃仁軒也提到 接下來他希望用近千人 包括像AI researchers 還有system engineers self engineers等等 我想這些台北市 當然我們相對的優勢 所以我們會持續努力 也很希望回答能夠落腳在台北 像不過他昨天有提到 就是好像有在選址上面 還沒有確定 然後有兩個條件 那這邊會不會想說 來跟他呼籲一下 再提出更多的誘因 還是他吸引到來台北 所以我們一直有在積極的接洽 好聯繫 我們也很願意能夠了解 回答他們實際的需求 我們都一定盡可能的 來給予各方面的協助 我們也會在經過討論之後 給予最佳的條件跟優惠 就是請全力希望能積極爭取 回答在台北社研發中心 市長這個保齡昨天有傳出第五史 那可以說明一下這個個案的狀況嗎 昨天衛生局有即刻跟我回報 我們這位病患在昨天不幸離開 那最主要他原本病情稍微穩定 但是因為住在家屋病房多天 那也因為免疫力下降 交叉感染之後 本身肝功能也並不是很好 昨天就離開 那另外有一位病患之前進行了患肝 現在已經移到一般病房 那目前病況都算穩定 也持續的在復健跟接受治療 那我們也很希望我們會持續追蹤 也都會幫他祈福 當事件上要顧答新任警察局長 您大前天跟他聊過 但現在松山分局都爆出警戒問題 我們有沒有給他一個比較具體的任務 首要上面的任務 周一的時候張慶信署長有帶李局長來見面 當天在見面的時候 對於各項接下來台北市市政 以及警政的業務推動的重點 該交代的都有交代跟提點 那接下來就上任之後 要看局長必須要具體的落實 以及做出奇效 有跟他表達您對治癌的一些動作嗎 有 我想對於各項警政業務推動的重點 以及特別在台北市身為首山之都 我們各項結合市政 包括交通 治安 警記等等 很多項需要接下來局長 必須要去落實做出奇效的方面 都有一一的告知 那接下來就必須要看局長 他做出他各項的表現 那最重要的我想剛提到 警記的問題 當天我也特別跟即將接任的局長說 他接任之後 很重要的一項重點 也必須要整治 警記 也就是不要讓警記的問題 打擊其次的士氣 要讓神明安心 那可以用見面器的如何 都很正常 我想主要就是署長 他聯繫 那希望見面 我想重要的是盡快的 讓台北市的警政業務 能夠順利的銜接 各項業務能夠全面推動 市長大巨蛋案 有一個建築師上網投訴說 其實他認為當時的駐記 這個使招駐記 是讓台北市政府自己穿小鞋 還有這個駐竹技術規則 其實是半世紀之前的法 其實訂的時候 根本沒有大巨蛋這樣的量體 所以市長除了議長 要幫忙協商之外 我們是否會做更多什麼樣的能力 大巨蛋現在目前的障礙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上任之後 台北隊的立場跟態度 都非常的單純也很一致 就是面對各項的問題 我們面對該解決即刻解決 所以我們上任第一年 我們對於市民朋友 期待這麼多年的大巨蛋 我們克服了各項的困難 法規層面 跟中央溝通合定的層面 還有工程層面 我們克服多項困難 在第一年 我們順利讓他完工啟用 也順利舉辦國際運動賽事 如果沒有 讓大巨蛋在去年底順利的完工啟用 也不會有看到 邀請到王貞智到現場開球 上週也不會看到黃仁勳在大巨蛋 為中華直播開球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接下來也已經透過跨局處的會議 目前就是確定 依照內政部106年的韓式 來為依據 那我們克服 障礙跟各項的困難 那在這邊我也要特別 感謝戴希青議長 他願意提升協助 跟議會各黨團來溝通協調 在總職運期間 我也看到 也非常謝謝 部分黨派的議員 都有提出 接下來會一起努力 希望讓大巨蛋能夠克服障礙 朝舉辦非運動賽事 包含演唱會在內的各項活動 來滿足市民朋友 對於大巨蛋 接下來舉辦各項活動 帶來全面的經濟效益 所以這部分 我們都會持續跟議會一起努力 市長 昨天因為李四川副市長 有說自己對新北市政 也算蠻熟悉的 會不會覺得 李副市長可能後來會流過去 昨天跟李副市長 我們一起去視察 雨水下水道 那李副市長也特別跟我說 下一次要在視察下 要跟我一起 所以你們一定要相信 萬安警報的力量跟魅力 市長有沒有看到 昨天新聞 小學弟們把那個 蔣中正前中逢 班中正西號 您覺得這是歷年 你看到最有經驗的一次 我覺得非常有創意 我覺得這就是 建中的精神 學弟們非常有創意 我歷年看到他們有 裝扮成聖娜老人 有裝扮成創 這個 這個創光素技師的盔甲 還有面具 晚繪等等 這一次我看到相關的報導 小學弟他們講 說是要像義大利的設計師 而的藝術家 chamedian 就是希望呈現出來 就是幽默 反叛的精神 我覺得非常有創意 所以 我覺得 希望能夠持續發揮這樣的創意 然後展現出 建中學生這樣的精神 有裝扮是不是很適合 你覺得很適合 我覺得這一次我看到的圖片 就是非常的簡易 而且有質感 而且有搖滾風 掛鈴跟香蕉 當然像義大利藝術師吃慶 所以我在想接下來 如果再次參加 像類似嘻哈的活動 我的裝扮 也許可以請教小學弟 可以幫我來設計一下 市長這個保齡茶 實在現在是走團體訴訟 但是好像被覺得 是有點效率不佳 那市府這邊有沒有辦法 可以來幫忙家屬呢 我們其實在第一時間 就給予各項的協助 不管是社工 律師 那也都 徵詢家屬意見 接下來的團體訴訟 也是 家屬他們同意 並且有意願 有消極會 來協助家屬提出團體訴訟 那我們都會 一直持續的追蹤跟關心 同時也會定期的 跟家屬聯繫 給到相關的程度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叫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 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夠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零添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銀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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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